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日本 这一期呢,我想给您说说日本的过年 在日本,他们过的是阳历年、公历年 他们叫做正月 日本人把我们的春节叫做旧正月 他们已经不过春节了 有一些重视传统的地方 还会在春节的时候搞一些活动 比如说日中友好协会 一般的活动会集中在我们的春节的时候 还有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这个离东京很近的横滨中华街呀 还有神户那边呀 唐旗那边呀 中华街会在春节期间搞一些 不有中国传统的活动 但是整个日本社会的休息 过年的时间是集中在圆的 所以呢,说到过年 有两点 中日两国不一样的端节 他们叫旧正月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生效的变化时间 跟着过年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呢,十二生效 从我们中国传到了日本 但是就是我们那个猪 那一个汉字 今天在日本意思代表的是野独 感谢您的柔听手 太快了相伴 一起成长 下次见 また会しましょう